二战时日军帽子上的两片布到底有什么用?关键时刻还能救命? 说起二战时期的日本军服,大家一定都会联想到日军帽子上的那两块布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,屁联尔。 不过大家可不要以为那些军帽上的屁联尔,是日本人的发明其实早在1940年的北非战场上,法国军队就开始使用这种带友,护警部的军帽的日本在二战初期,可为什么都要跟人家法国学无论军装还是武器? 买不来的就去山寨,直到法国被德国打败日本,才开始转投德国,不过这重带友,护警部的军帽却被很好的保留下来,最开始的时候,法国人戴这种帽,只是为了抵抗北非战场上炎热的日光,起到保护士兵后警的作用。 一些日本军人见到这种帽子觉得很不错,就把自己的军帽也改成了这个样子,虽然亚洲东部并没有类似北非一样的沙漠环境。